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幾天就好 我相信各位也會像我的會員一樣 把所有的資金全部都只買一檔股票 叫做友達 那當然啦時光是不可能倒流的 可是我們在股票市場 我們要記取教訓 不斷的讓自己提升 對吧 所以今天我這一集節目 你一定要傳給你所有的親朋好友 讓他們知道老船長 我用我節目的時間來做一個教學 別人是拼命來招收會員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跳出來 教大家所謂本益比是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的投資朋友 來到一萬五六千點就失去了方向 然後心裡面的壓力很大 生怕買到最後一棒 殊不知很多的股票你看最近飆得很凶 最凶的當然就是我會員的此股 那很多老師也在蹭友達嘛 說他也有友達了 也有開始叫友達了 事實上你們不要相信這種鬼話 他們一定是會員買了一缸子的股票 都套死了 只是發一個假的苛訓 什麼點買進友達 會員完全沒有辦法買一張友達 那當然如果你有這樣的遭遇的朋友 請你 真的啦 牛年不要再重蹈覆測了 昨天電話報現 讓我非常的開心 大家不要小看這一張 會拿起電話的人表示 他願意當我的證人嘛 對不對 老船長絕對沒有辦法說謊 因為我節目做給觀世音菩薩看 我手抓我自己死 假如我說謊不實的話 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對不對 只要你是我的會員 收到我的call訊 我們一般會員全部都是 電話響起來都是我的聲音 上個禮拜都是所有資金 只有一檔股票友達 上個禮拜我一直拿這個給你們看 你們看到都想吐了對不對 說這種東西有什麼好看的老船長 對 留下來做證據 那老船長你不是要教我們本益筆嗎 對 因為喔 現在友達漲上來喔 今天收最高 這個還沒漲完我先做結論喔 還沒漲完 很漂亮對不對 我在這邊上個禮拜叫你們趕快買 押方子買躺著買 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你們連理都不理我 現在漲上來到這邊的很多頭顧老師騙說他們 他們有友達啊 很惡劣啊 只要你的老師在節目上這樣子騙你的話 或者是說他有發折訊沒有錯 因為你告不了他嘛 他有發折訊 可是你沒有錢買 這一種就是被我破解的 屬於詐騙行為 你是告不了他 但是你要離開他 因為他把你當 欸 豬腦袋他就是大魔頭 明白嗎 牛年你繼續跟著他 那你一定走向歸零高之路 好 為什麼我下結論直接講 友達他還沒有漲完 我今天教大家 大家先拿紙跟筆 寫一下 我覺得在股票市場 這個公式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可以不要做股票 但是這個公式看起來 國小學生都會算太簡單了 國小二三年級就會算 但是裡面所富含的意義 非常之深 你如果可以融會貫通 好好的加以運用的話 你在股市賺不完的錢 你準備好了嗎 Are you ready 老成長我們早就準備好 習耳恭聽 非常好 跨家 來 本益比是什麼 本益比就是股價 來除以EPS 光看股價除以EPS 就是你的老師的程度 老船長來教就不一樣 真正的重點 不在股價除以EPS 而是在這個估這個字 這個估就是告訴你 這個分母 我們知道這是分子 這是分母 分母的EPS 叫做每股稅後盈餘 這要課完稅喔 英文的簡稱代碼叫EPS 來跟我唸一次 來跟我唸一次 每股稅後盈餘 那這個要預估的 歷史的有沒有用 沒有用打差 學問重點就來了 股價每一天收盤 大家都知道 我先以台積電為例子 好 台積電收盤630 對吧 那你就把田田看嘛 你們從小學的教育 就是填壓式的嘛 是不是 什麼 老船長你也一樣 我們兩個同一代的啦 好 股價台積電630寫在上面 630要除以EPS 老船長你剛剛講估 估到底是估什麼東西 估就是估 未來 過去還估什麼 估個頭啊 過去叫做歷史 還需要估嗎 未來叫做估 那你要估得準啊 老船長我隨便估 你隨便估 那不叫估 那叫拆啊 拆 拆你就準備怎麼樣 完蛋了 那不然你就去拆樂透嗎 明天開幾號啊 樂透的號碼可以估嗎 不行 很多人在網路上騙說 他們會算 那都鬼扯蛋了 不要去相信那種鬼話 那統計學老船長學過 當大數法則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樂透的號碼 你是可以用統計學 大概算出來什麼號碼 開的機率比較高 那叫機率也沒有百分之百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些東西 那預估的EPS是很好抓的 我們舉個例子 你如果不會算 沒關係 法人幫你算好 法人估台積電 台積電今年22塊到24塊 每一股 也就是說台積電今年 我現在講的是2021年 台積電的EPS 每股稅後營餘是兩個股本多 我們知道一個股本就賺10塊 EPS對不對 那你兩個股本 再多一點就是22 那但22到24 這中間有點差別嘛 所以我們就估台積電 你就把630 股價就要除以今天收盤的股價 就現在的股價 630除以22 那一個是24 你叫你兒子幫你除 很簡單嘛 你除下來大概 對不起 大約就在30倍 換句話說台積電今天收盤630 它的本益比30倍 那這跟我們印象中的20倍 或者是20幾倍 稍微高了一些喔 老船長 是不是代表台積電這個地方 就是已經到頂了 差不多就這樣合理了 再高不行了 也不是這麼說喔 怎麼講我現在 不好意思我把這袖子整理一下 如果說台北股市 現在一直開始又漲 漲到1萬7、1萬8 哇大多頭 那個時候股價就會水漲船高嘛 那個時候你去看台積電的本益比 可能拉到35倍到40倍 換句話說喔 大盤指數到哪裡 你不要預設立場 隨著大盤指數的增高 那台積電它的本益比也會拉高 我再舉一個比較 誇張一點的例子 你們就懂 假設今天台北股市收盤只有8000點 是現在的一半 那我給你打包票 你去看台積電 它的本益比可能已經多少 不到20倍了 也就是說你要先看這個氣氛 現在台北股市是大多頭的氣氛 接近歷史高點 所以呢 台積電在30倍這邊 它做一個整理的動作 如果大盤來到18000點 那我給你保證 台積電一定會 本益比拉到35倍以上 那就是外資講的700多到800多 大家明白意思吧 你這邊買台積電便不便宜 保證不便宜 因為本益比已經30倍了 大家明白嗎 好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樣 就是說 我之前一直舉例的華邦店 華邦店今天收盤27.8 你注意看 我來教你們 它去年前三季賺0.24 去年一整年 對不起喔 也不到1塊錢 那現在重點來了 去年是歷史不用講 我們要看的是今年嘛 還沒發生的 老船長 剛剛你說法人把我們估好了 台積電今年賺22到24 對 但是法人好像還沒有預估華邦店 那就是你自己要估喔 你自己不會估的話 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去年 不準 因為有的時候公司它今年大爆發 它去年不好 那這時候你就落差就會很大 所以為什麼我跟你們說歷史喔 不能夠拿來推估未來 在股票市場 EPS一定是這樣子的 大家明白老船長的意思嗎 好 那華邦店今年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喔 如果萬一它今年也是賺1塊好不好 它去年賺幾毛嘛 今年好一點給它算1塊 你股價這邊寫27.8 EPS1塊27.8除以1 等於27.8 哇 本益比快30倍 還不到30倍 那沒關係 台積電30 華邦店27.8倍 那你就完了 人家台積電叫世界第一啊 單接不完啊 毛利率高達4 50% 你華邦店呢 老船長怎麼大小眼 不是喔 所以我就說本益比看起來公式很簡單 裡面含的意義很深 也就是說我們不同類股 好 甚至同一個類股都是電子股 台積電跟華邦店 一個是低潤一個是晶圓代工 你要給它的本益比就不一樣 老船長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好晶圓代工 晶圓代工它的獨佔性寡佔性比較強 很難以被取代 你的低潤只要大家大量生產 你就倒了 就像以前對不對 做一顆賠一顆 所以我們不會去給低潤 比較高的本益比 各位觀眾你們知道老船長在講什麼嗎 老船長聽你講完之後 我們這一集沒有白看 功力大增 對 所以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就跟你們從友達的股價 還有它的EPS來分析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講友達了 到底友達漲完了沒有 不是說誰說了算 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來做判斷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所以說一家公司的大老闆 跟他很親的就是財務長 不是會計師 大的公司他叫財務長 財務長他就會根據公司 未來可能接單的狀況 有些訂單在路上 但是老闆知道 大老闆知道 那麼財務長跟老闆的關係很好 他也許就知道 今年的EPS可能8塊 去年4塊 那還得了這家公司的EPS成長一倍 股價至少要翻一倍吧對不對 所以人家常講 所有的消息都是公司最內部的人知道 那公司裡面最內部的人 一定是老闆跟財務長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這是必然的 因為我是老闆 我能不能接到訂單 有的時候只有我知道啊 那當然你不是老闆 你也不是財務長 你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沒的 你就聽老船長講 友達今天收盤價 收最高來到17.55 很漂亮 對不對 我們所有會員在這邊 只有一檔股票 而且所有資金 全部重壓友達 我在節目上公開直接講 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喔 老船長你神經病了 這就被死了 對不對 結果呢 全市場現在都在講友達 好啦 這些跟屁從跟在後面也好 但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如果你的老師在節目上講友達 說他有帶會員買的話 而你沒有辦法買 因為你已經滿手套牢了 你一張都沒有買的觀眾朋友 因為你沒辦法買 你連一張都沒有辦法買 可見你的老師 有多麼的惡劣跟惡質 他明明知道你手上套了18檔股票 他還發假抗訊 像這一種 你今天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你如果早點打電話進來 導播 別再睡了 你如果早點打電話進來 我相信你這個年喔 四個字 不肥也難 對不對 那如果 你現在所有的資金 只有一檔股票 叫友達 你不是賺到翻過來 全市場只有老船長的會員做得到 哪一個老師可以 我立刻退出投顧業 所以說你會費沒有交給我 所以你今天所得到的結果 你也要自己承擔 我來這邊我要做生意的話 我幹嘛講這個 我花我的寶貴 時間來跟你們 教你們這些東西 但是你放心 你運氣很好 我交的才是最正統的本益比 很多分析師鬼扯淡 連這個預估的估字都沒寫 他以為股價除以EPS 就是本益比神經病 那國小二年級就會算 那個估這個字是 就是決定你這一生 是不是開名車住豪宅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公司去年賺四塊 今年賺八塊 那好啦 今年還沒開始 你就知道你大概可以賺到八塊 你押房子買 是不是一棟變兩棟 老船長真的耶 對不起 那真的耶 對啊 那你要用工 有的時候不是說 一定要大老闆才知道 我舉個例子就知道 像現在大家都在講 電動車電動車電動車 那電動車你們到底懂不懂 對不對 那你就要去想 電動車需要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是必然的 那電動車現在開始 芳心未愛沒有錯 但是它也只是起步階段 除了特斯拉之外 但是有沒有那種 電動車方向一定對 可是現在電動車還沒有全部 就已經所有的汽車都要用到它 而且用到大量 而且它市佔率全世界前三名的 那不就是面板的友達嗎 那我請教各位 友達今年這樣子還會虧 它去年第三季已經由虧轉贏了 那今年呢 老船長你趕快估我們好機 我不用估 法人已經估了 法人估友達今年兩塊多 我們來玩一下小學數學好不好 來你來 股價我們不要說兩塊多 我們給它算打折兩塊就好 二 對不起 今天股價收盤 自打嘴巴 有的時候有年紀了 對不對 稍微秀斗一下 股價今天收盤17.55 這個沒有辦法詐騙對不對 17.55 你把它放在分子 17.55除以EPS 2點多 我們算2就好了 好不好 17.55除以2 答案小學生都知道 8點多嗎 不到9 換句話說它的本益比不到9倍 台北股市已經156000點了 本益比不到9倍 那你認為股價要漲到哪裡 台積電30倍 華邦電也差不多20幾到30倍 華邦電會比友達優秀 不可能 我們以今年來講 絕對是面板 尬過低論 對吧 老船長這樣講的有道理 對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 友達你不要一大漲 你就把它賣光光了 你只要不是我的會員 今天早上在那邊 我趕快跑 對你跑去哪裡 收盤昏倒叫救護車 我們一張都沒有賣 因為我認為它還沒開始漲 我光靠這種專業的本益比 今年法人預估的本益比 我就可以很簡單的算出來 它現在的本益比 9倍 不到 那人家都二三十倍 有的我講難聽一點 像這種還沒有本益比的 這你的老師帶你買 買完蔬食的 叫漢遜 BOOM 系 EPS多少 給你看一下 都是賺壓彈 都是付 今年能不能賺錢 不知道 股價呢 股價笑死人了 80幾 跌這麼多 還有人去買 老存檔跌多了 跌多了 收盤84.4 來我們來玩一下這個遊戲 來這邊 股價84.4 放在分子 EPS 0 負的 都一樣 都沒有辦法算 最差就是0了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算 EPS 我們就給你算0好了 小學生都知道 分子是有數字的 不能夠除以分母 分母是0不能計算 除非你到大學為積分 分母是0的話可以計算 老存檔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當然學過為積分 還用講嗎 但我們現在講的是小學數學 好不好 分子有數字 分母沒有 0的話不能算 不相信你叫你兒子 跟女兒去問他 小學數學老師 對不對 那這樣子你印象就很深刻 不能算那就是沒有本益比 沒有本益比 你來投資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還買得很高興 這邊有一個本益比不到9倍的 是不是 他長上來了 你自己看老船長的節目 不屑一顧對不對 不屑 現在後悔了 駝鳥心態 不要看 我不要買就好 我去看別的 看別的你試試看 對不對 今天叫2月3號 明天叫2月4號 明天友達開法說會 法說會不是法會 我再講一次 內容一定就是兩個字 我講過了漂亮 那不管怎麼樣 友達今天收盤 17.55 也是十幾塊的股票好不好 你們怕的鑰匙不知道在怕什麼 當初聯電 從十幾塊開始一路大漲的時候 很多人在20塊說已經到天價把它賣掉 結果人家法人說聯電可以賺2塊多 結果是真的沒有騙人 你注意看 聯電去年可以賺2塊多 我前三季一塊半 去年可以賺2塊多 2塊多本益比 現在50幾塊 除以2點多 來我們來玩一次 50幾除以2點多 它的本益比20幾倍 台積電到30 因為台積電比它大 比它厲害 人家可以享有30倍 你聯電20幾其實也合理 那股價漲到50幾 當初如果你不知道聯電EPS 可以到2塊多的話 你也沒有學過本益比怎麼算的話 你一定是20塊就覺得漲多了 從10幾漲到20幾多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可以漲到50幾 因為它是晶圓代工 它可以享有20幾的 20幾倍的本益比 這樣你懂了吧 面板的本益比可以享有多少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知道9倍一定是不可能 沒有那麼低啦 這樣講有沒有很客觀 有嗎 所以我今天再給你看這一張紙 你不要管什麼時候 你也不用後悔說 我早知道我就 昨天電話大抱歉 你今天看到你再無感我就沒有辦法了 你未來的日子很難過 你過完年來找我也是3月1號起算 你現在來找我也是3月1號起算 可是接下來萬一我封關前有很棒的動作怎麼辦 對不對 那這個你要不要跟呢 我一直在提醒你 友達的下一檔你要不要跟呢 你要不要跟 你要跟你就拿電話嘛 我其實很希望你來找我 我並不是說因為我要做生意或怎麼樣 既然你已經被大魔頭這樣子坑到已經 不知道年該怎麼過了 那你就來找谷海老船長啊 因為你的老師就是騙嘛 我從來不騙人啊 我沒辦法騙 騙我就不得好死 下十九成第一 我九尺自己死我神經病啊 那不需要騙嘛 上個禮拜我公開來給大家看 友達沒什麼長的時候大家都不相信我啊 那大長上來你的老師在節目上都表演都有 那這知道他們是假的嘛 那種你永遠跟你都賺不到錢的 我跟你說真的 我做分析師也不可能做一輩子 趁老船長還健在的時候 趁我還能夠幫你賺錢 就是我自己辛苦一點壓力大一點沒關係 我能夠幫你賺錢 這也是我的工作跟職責嘛 那我就盡量對不對 那你不要等到我都退休了哪天 國外老船長已經退休了 我要跟老船長 或者是你已經錢都輸光了 你怎麼跟我 對不對 離開那個大魔頭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把你當豬腦袋宰 其實我很看不過去 因為年關將近 你知道我從小家裡環境就不好 那他過年很痛苦 沒有錢過年多痛苦 爸媽還要出去借錢那種生活 從小一輩子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所以你們本來很有錢做股票 不要做到有一天 真的要借錢過年 那就慘了 不要當悲劇發生的時候 你再來後悔來不及了 今天你一定要拿起電話來 現在開始波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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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